Hello 我是阅读前哨站的站长瓦机 欢迎收听下一本读什么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 它的书名叫做大声工作法 那么这本书对我来说非常的有特别的意义 想要在介绍之前呢 我先跟你讲个故事 我跟这本书是怎么认识的 当初出版社呢 他找我 然后他说 这本书其实不错 推荐给瓦机你看 那么我就想说 这是什么样的书啊 在说什么 为什么会想推荐给我看 那出版社就跟我说 他看到我之前在阅读前哨站 还有在podcast 都一直公开分享一些我阅读的心得啊 然后把我的职场的一些经验 跟我在带团队的一些想法分享出来 他觉得说我这样的做法 跟这本书的主题就是不谋而合 所以也找我推荐这本书 后来我就跟出版社拿了书稿 然后看了一下大纲还有书的内容之后 觉得说 真的耶 这本书的内容其实非常的合我的心 就是跟我当初在创立阅读前哨站 然后开始分享的时候 有一些心路历程其实是非常相似的 然后后来他书里面其实还有提到一些 我现在还没有注意到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其实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因此我就跟出版社决定说好 那我愿意用瓦基的名字来挂名推荐这本书 那后来让我更惊讶的是说 出版社后来还告诉我说 这本书连唐凤他都挂名推荐 那时候我想说哇那真的是没错 我就推荐对书了 所以就很开心 而且后来看到我的名字跟唐凤挂在隔壁 就非常的开心 所以这本书我后来拿到之后 我可能还会把它拿去表框 就是第一本在人生里面很有纪念意义的一本书 好那接下来的话我想要跟你分享一下说 大声工作法是什么样的东西 它其实是一个在国外最近越来越盛行的一个活动 它的英文叫做WOL WOL的全文是叫做Working Out Loud 翻成白话就是说你工作的时候把它大声说出来 那么作者他说大声说出来的意思是什么 为什么你要把工作的内容大声说出来 他说这种方法的核心在于说 它给予我们一个机会 让我们去贡献我们的一己之常 把我们的这一些工作的经验跟我们的一些想法 贡献给别人 然后也表达出自我 这并不是为了要追求我们自己的人气 或者是出名 或者是你要炫耀自己很厉害 而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其实是为了要帮助别人 我们去贡献我们的一己之常的时候呢 可以让用一种方式就是对别人很有帮助 而且又很有趣的一些方式 去发挥你自己的潜能 然后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不但可以帮自己塑造一些名声 而且你可以获得很多的机会 还培养出别人对你的信任 还有培养出更多的人脉关系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方式是比较不同于以往 我们以前可能会觉得说自己的工作应该是比较 要自己守住自己的一些专业嘛 不要说都把会的东西分享给别人 那这样别人都会了自己还做什么 所以作者认为说他这样子的一个方法 可以帮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用一种比较成长的心态去做事情 而不是说我把我现在有的技能就是藏起来 而不告诉别人 反而他用一种成长的心态去让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做一些公开的分享 然后你公开分享之后还会让自己持续的进步 因为你还要学新东西嘛 你学了新东西你才会在持续分享 所以你用这种成长的心态去做事情 会让你自己做得越来越好 然后被更多人看见 那么作者在这本书里面呢 他要解决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我觉得这很关键 当初我在看到这本书的介绍的时候就觉得很心动 像作者他在书本的一开始 他就讲到说 我们人们对于工作的一个认知 其实他发现在现代的人们 尤其有一个认知越来越严重 因为他发现说像他们自己做的调查 很多的人他会觉得说工作就是一个 礼拜一到礼拜五 一个缓慢的消亡的过程 就是说工作好像就是一个行私走肉的事情 礼拜一上班 然后就是做事情嘛 然后做做做到礼拜五 好礼拜五终于要放假了 然后很开心 然后周末狂欢了之后 礼拜一又重新回到了这个轮回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方式 其实是他也不乐见的 所以他自己发展了这一个叫做大正工作法的这个方法 然后把这个活动推广到自己的公司 甚至出来之后 他开始推广到全世界来 那最后写出了这本书 这就是这本书的由来 所以他这本书为了解决我们对于工作这种传统的这个问题 然后希望我们用一个崭新的方式 去面对自己的工作去处理事情 在这本书里面他有提到的第一个故事 我觉得还不错 我跟你分享看看 他是这种工作方法很好的一个验证 这个人呢 他是一个美国人 然后他叫做Brendon Stanton 他就是很著名的一个Instagram上面 有一个很著名的粉专 这个粉专叫做Humans of New York 可能很多人都看过了 就是他会去访谈一些纽约人 然后把他们的照片跟故事分享在Instagram上面 这个粉专超级多人追踪的 他当初呢 是一个默默无名的摄影师 然后他就是想说 要怎么样让自己的摄影功力进步呢 怎么样让更多人认识自己呢 怎么样闯出一片天 当初他其实也没有想太多 他想到的就是说 我把我自己拍照下来的照片 公开分享给大家 然后去问一下大家 我自己拍的怎么样啊 有没有哪边还可以进步的 所以他开始在各个地方去拍一些街景照片 然后去分享出来 后来他到了纽约之后呢 他开始拍一些人物的照片 也开始分享出来 然后他在拍这些人物照片的时候 他就很有兴趣说 那这个人他背后的故事是什么 他是哪里来的移民呢 或者说他在哪里上班 他曾经有哪一些故事 他旁边带着小孩 有什么样的故事 他就开始去访问这些人 后来他就渐渐地打开自己的知名度 然后也有很多网友给他一些回馈 就是告诉他说 你可以再去用什么样的设备 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拍照 增加自己的一些技巧 然后去改善自己拍照的一些手法 甚至有些人给他一些写文章的建议 说你在访谈的时候 可以怎么样去写 怎么样去问 问哪些问题 所以渐渐地 他就在这个方面越来越熟悉 越来越专精 到最后 他把这个东西发展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业 就是Humans of New York 现在的好像年营业额非常的高 而且知名度非常的广 全世界的人几乎都认识着一个品牌了 所以说作者他讲说 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方法 其实就是所谓的公开分享的 这一个好处所带来的一件事情 那么我在这本书里面 我有看到他有提到五个很重要的一个心态 我们可以去调整自己 在我们进行工作的时候 可以做一些改变 第一个心态就是说 我们可以要用一个有意义的探索的方式 去进行我们的工作 也就是说他会希望 我们在制定自己的工作目标 或者说你的人生目标的时候 你可以要很有 很有怎么讲 很有意思的去寻找这个目标 然后呢 你要去看看说 跟你目标符合的这些人是谁 然后这些人 他们现在在做什么事情 他们做的哪些事情 跟你的目标相符 那么第二 再来就是说 你要去看这些人 他们曾经有哪些经验 他们分享过哪些经验 接着你会去看说 在这些经验里面 你自己学到了什么 你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哪些事情 对你有什么启发 好 那这就是很有意义的探索 你要开始去往外看 而不是单纯看在你眼前的工作而已 好 那再来第二个作者讲的 就会是增加你的人脉关系了 人脉关系 我们一般都会想到说 好像要去判关系什么的 其实作者说并不是这样 有一个说法 可能你也有听过 就是说 我们人嘛 本身 我们自己就是周围 五个最亲近的朋友 平均起来的一个综合体 就是说 你就是你五个朋友的平均值啦 像你的薪水啊 像你的社会地位 像你的一些状态 可能就是五个朋友平均起来的嘛 五个朋友都快乐 你应该就是一个很快乐的人 五个朋友如果都是 那种很不准的人 那你可能本身也会 越来越不准 所以说 在这个部分 人脉关系会影响你自己 那么作者就说 我们在公开 就是大声工作法里面呢 要去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在人脉上面 试着去建立两件事 一个叫做强连结 那一个叫做弱连结 所谓的强连结就是 你要去找一些人 他是对你的专业 本质学能上面有帮助的人 他可能是你的业内的一些人士 可能是你公司的一些前辈 你找这些人 去跟他们交流 去提升自己专业的素养 这个就是提升 所谓的强连结 另外一种弱连结是 可能比较多人没注意到的是 找跟你专业领域之外 不同的人 去做一些交流 像我自己是科技业 那么所谓的弱连结 可能就不是在找科技业的人 可能是找一些财经领域啊 或者找好医学领域啊 或者是一些社工领域的人 那这些人的话 他弱连结的一些好处就是说 他会提供一些看法跟见解 是你平常在你的本业里面 你看不到的事情 他可能会开拓你更多的机会 这就是弱连结的一个好处 那么作者讲的第三个重点是说 大方的分享 就是我们讲这本书的核心精神嘛 你要把一些事情 大方的分享 大方的讲出来 大方的分享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作者他提到说 其实人性里面有两个很强大的力量 在驱使我们前进 第一个力量叫做 就是自力 自己的自 然后利益的利 就是对自己有帮助有好处的事情 叫做自力嘛 那第二个事情叫做帮助他人 OK 所以一个是你向内帮助自己 一个是向外帮助他人 这个是人类最强大的两个力量 所以大方分享可以促进这两件事情 因为大方分享首先你可以立即嘛 因为你在做大方分享的同时 你会去知道说哪些事情是你已经知道的 你把它分享出来 然后你下一步你又会去学一些新的东西 改善自己的技能再把它分享出来 你又学到了什么东西把它分享出来 这个过程中你就可以一直提升你的技能 跟你的一些专业的这些知识 好那 关心他人的话要怎么说 大方分享除了你可以把你知道的东西分享给别人 让他们也学会之外 其实书里面还有一个重点 让我觉得也蛮印象深刻的 大方分享还可以分享你的赞美 还有分享你对别人的兴趣 也就是说 你在赞美别人在做的事情的同时 你跟他也产生了交流 你分享这个东西告诉人家说 这个贴文很棒耶 我真的看到这个很棒的贴文 也推荐给大家 或者我看到了哇 这个人写了一个很棒的书 我去给他留言 我去写了他的一些心得 然后也跟大家推荐 这个就是赞美 那感到兴趣也是一样 当你看到了一个人 他可能在做跟你一样目标的事情 你可以去表达 你在做的这件事情我也有兴趣 然后他可能也会觉得说 原来有人跟他一样志同道合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表达你对人家的兴趣 也是可以帮助别人的一件事情 所以大方分享可以同时的利己 也可以同时的利他 那么第四件事情呢 作者有谈到一个叫做能见度 像我们一般工作来说 像一些内向的人 他可能会工作的时候 能见度很差 也不敢跟老板说自己做了什么 更不敢跟同事说自己做了什么 那么作者认为这是比较可惜的 像是现在 这本书提到的一个关键点 就是说像现在网路啊 跟社群媒体这么发达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一些很好的方式 来提升自己的能见度 像是你如果提升自己的能见度 让别人看见你在做的事情 看见你有一些经验的话 其实有很多的好处 像是第一个就是说 你可以得到很多的回馈 你在分享一些你工作上的经验的同时 可能有一些前辈他就会说 你这边做这件事情 好像可以再做得更好 可以怎么样改流程 怎么样调整 那你可以看到一些后辈 后辈可能会看到你在做的事情上面 有一些值得他学习的地方 可是他应该也会 有时候也会给你一些提点说 你这边做的好像跟我其他前辈教的不一样 所以你会在这个回馈的地方 你会得到很多的刺激 很多的活化 那么还有一个好处是说 你在公开 你在不对 你刚刚在提高能见度的地方呢 你可以变得更有效率 为什么说我们提高能见度 还可以更有效率 因为像我们在 如果你分享的一些工作上的流程 一些手法的话 其实在刚刚讲的 回馈之后你做的一些修正 你就可以把这些流程修得更顺 把一些手法修得更好 其实变相的就是比较间接的 提高了你自己的工作效率 最后一个是说 你在提高能见度的同时 很多的时候你会更喜欢自己的工作 因为你在分享跟提高能见度的同时 你让别人看见了你 让别人肯定了你 然后你自己做出了修正 自己再继续成长 那在这个过程中 你会越来越喜欢你自己在做的事情 因为你觉得这是有价值的 对别人有帮助 对自己有帮助的 所以你会变得越来越喜欢工作 那么最后一个作者提到第五个重点 是说要有一个成长的心态 所谓的成长心态 其实很重要的是说 我们要抱持一个想法 就是说 并不是要让自己变成最优秀 或说顶尖 超级棒的那种人 而是你要让自己 有一个心态是说 我要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 像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句话 也分享给你 我一直也有跟大家说过 这句话就是说 我们要跟自己昨天来比较 而不是跟那一些 比我们年轻 然后跟我们生活截然不同的 那些年轻人比较 所以重点是比昨天的自己更好 而不是去跟其他人比较 这边是我觉得还不错的地方 就是你透过跟自己的比较 让自己慢慢的成长 慢慢的学会 所以他说很多的事情 并不是说你现在还不擅长 而是你还没有开始去练习 你只是还不够擅长而已 所以这个心态的话 可以帮助你比较平稳一些 然后比较静下先来一些 那么像成长心态有一个好处 它可以去加强你的自信心 因为像是刚刚我们说的 如果你只是一直跟昨天的自己比 一直前进一直前进 你会有个信心 因为你可以有自信说 我今天可以多做哪些事情 多学哪些事情 就比昨天还进步了 你会培养你的自信心 自信心的培养下来之后 有一个正向的循环 你会越来越肯定自己 知道自己可以一直进步 你有这个信心在 你就会一直进步 那么进步到最后 你就会产生一个 有点像复利效应的一个效果 会越来越成长越来越快 或者是你可以叫做 雪球效应也可以 那最后一个的话是说 你在这个成长的心态里面呢 你还可以就是看到别人 分享的事情 你也可以得到一些帮助 而且你也可以把你自己 成长的这个心路历程 分享给别人 让别人得到一些帮助 是蛮互相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蛮多人他在做 分享的时候 像我自己也很喜欢分享 我自己有哪些想法上的改变 哪些做法上的改变 这都是一种成长心态的一个利用 那这本书的话 其实刚刚讲完那五个重点 是一个核心的心法 那这本书里面 他最后还有附上一个叫做 12个礼拜的一个随身行动小册子 也就是说他把里面的一些行为指南呢 他把它浓缩成一个小本子 大概几十页左右 那这个本子他会安排很多的小作业 或者是说小问题 然后让你在12个礼拜之内 每一周可以做哪些事情 然后按部就班的去做 来做一个大声工作法的一个行动指南就对了 那么这本书我拿到之后 我也是把后面的小字拆下来 现在我也在做这个里面的练习 我也希望说透过里面的一些方法 补足我之前做公开分享 或者是说我之前在写文章啊 或者说跟大家讲Podcast里面 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甚至是有一些像人脉的建立 之前我可能也有一些地方没有注意到的 我也想透过这本书里面的练习 来让自己更加的进步 好 那这本书里面呢 最后再跟你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 就是他说大声工作法 其实可以提高我们对自己动力的一个提升 也可以提高我们对于行动的一个动机的一个提升 甚至是可以提高我们很多自我满足 跟一个快乐的感觉 为什么大声工作法会有这样的效果 其实作者他就引用了一个叫做自我决定论的东西 自我决定论里面讲三件事情 讲说我们人只要掌握这三件事情 就可以达到刚刚的一个效果 这三件事情就是第一个叫做专精 那第二个叫做自主 第三个叫做关系 只要你掌握了专精 还有自主 以及关系 你就可以成为一个 有自我决定 自我肯定 然后一个很正面 和很积极的一个人 那在我自己在分享阅读前超站部落格啊 以及在讲Podcast的时候 都有一点点这种感觉 像我举一些例子 之前我在分享Podcast的时候 还有我在分享文章的时候 我都会把一些 我从书里面学到的东西 去做一些萃取 然后把它做一些摘要 甚至是跟我以前的经验 去做一些融合 这个地方很帮助我的专精这个部分 因为所谓的专精 就是有点像是你的技能 你的专业领域一样 然后我在分享这些同时 我也去思考说 我在工作上有哪一些的缺点 或者说工作上 还有哪些可以改进的地方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 我在部落格上面 也分享过蛮多的职场的心得啊 或者说我带领团队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看完书之后 我去整理一下 我之前是怎么做事情的 那么我未来可以调整自己 怎么样改变自己的做事方式 改变我带团队的方式 其实这一两年来 其实发现自己也改变蛮多的 在带团队的时候 这个心态啊 跟我的一些稳定性 还有我往外看的一些能力 其实都有蛮大的提升 所以这是一个蛮不错 在专精上面的改变 那第二个的话是所谓的自主 自主就是说 你会有一个自主权 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 然后决定自己可以做什么 这种自主权的掌握 我觉得不错 像是我自己开始分享的时候呢 我就有一个主动的一个心态 我会主动的去选书 主动的去选一些 我认为可能对大家有帮助 对我自己也有帮助的书 所以我在这边的主动性就很强 我在选书的主动性就会蛮强的 然后呢 我也会去思考说 一个叫做责任感 因为我会主动的去思考 一个责任感的问题 像是我现在是公开分享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会知道说 我自己分享出来的东西 对于我的听众或我的读者 是有一个责任所在 我必须要告诉他们 相对来说是很正确的事情 或者说对他们真正会有帮助的事情 所以这个责任感也让我是一个动力的一个来源 让我自己会想要持续的进步 想要持续的成长 然后作为有一点像是一个example一样 跟大家说这样子的阅读 这样子的吸收 这样子的跟职场的一个经验的整合 是有效果的 它是有显著提升 或者说真正对我生活 带来持续改变的一件事情 这边就是一个自主的好处 那最后一个就是说关系 关系的话 其实像刚刚讲的人脉的关系 其实就是一个重点 人脉的关系呢 像我在分享了 阅读想象蛋部落格之后啊 像现在Podcast之后 其实蛮多的读者 很热心的就会提供很多的点子 然后跟我做很多的交流 所以哪一本书对他们特别有启发 哪一本书改变了他们最近的生活 改变了他最近的想法 然后就给我一些建议 甚至有些读者他很有趣 他会说 你看的这本书不错 可是我推荐你另外一本 更经典的好书也很不错 这种是我有时候觉得 蛮有帮助的地方 因为那些书我可能 看了很久都没看到 但是那个读者一说 我就发现 原来还有这样的一本好书 所以在这个关系的培养上面 也是让我蛮有收获的一个点 所以最后就是跟你总结一下 在这个大圣工作法的 这个公开分享里面呢 有一件事情就是说 无论你现在是在工作的 什么样的年龄 或什么样的阶段 作者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结语 在书本的最后 我把这段话念给你听 其实我觉得他对我 也是蛮有启发的 他说呢 不管你的年纪多大 生命中最好的时光 都可能在你眼前 包括你未来从未想象过的可能性 你的人生意义 不需要和未来 某个遥远的目标有关 而是和你每天的生活方式有关 它可以是某一种实践 而不是结果 所以这句话的话 让我非常的有感触 就是你并不用担心说 现在开始大圣工作太晚 你也不用担心 现在开始大圣工作 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人 批评你什么的 其实不用太担心 因为像我开始写文章的时候 我根本不在乎 是不是有人读 因为根本没有人读 所以我就一开始 你可以看我以前写的那些文章 其实也蛮好笑的 就是很粗糙啦 然后也很生硬 甚至是写写写 好像都写给自己看而已 比较没有对别人说话的感觉 那也是这一路上来 就是一年多来 写了也超过了一百篇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才慢慢地改变自己写出的风格 然后一直去做各种的尝试 你可以看到我的 有一些格式啊 或有一些段落啊 还有一些整个结构方面 我做了各式各样的尝试 在这些尝试里面 我就学到了很多的事情 然后也改变了我蛮多之后 我在阅读的时候的一些想法 甚至我现在阅读 也开始调整了一些不同的做法 就是我读书的时候 怎么做笔记 怎么样去吸收 然后怎么样去消化之后 写出来给大家 或讲出来给大家 这些做法都是我一直在练习 一直在尝试不同的方法的过程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 我还想要做一个尝试 新的尝试 这是可能其他Podcast 好像没做过的 我好像没看到别人这么做 我在我的网站上面 放了一个叫做 语音信箱的一个页面 在我的Podcast介绍 你可以找到 它是readingoutpost.com 斜线contact 你可以在这个页面里面 找到一个语音留言的 一个按钮 那这个语音留言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 你可以留你任何想要问我的问题 用语音的方式留给我 或者说你对这个Podcast 甚至是我的部落格 有什么想法 那我的分享 对你带来了什么改变 你可以直接用语音的方式留给我 那么在下一集的节目里面 我就会把你这个语音的部分 如果适合分享的话 那当然我就把它剪辑上来 做个分享 如果你有问我问题的话 我就会直接在节目上回答你 所以一个好处就是说 你可以在节目上 听到你自己的声音 就是你可以回家跟你妈说 妈我上Podcast了 好 那这个好处的话 当然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试试看 这是我的一个新的尝试 之前没有这样做 那么我最近发现这个好工具 可以帮我们做到这件事情 所以我想要邀请你跟我一起 玩玩看这件新的东西 好 那最后我就念一下这一个 五星的评论好了 就是有三个五星的评论 第一个是 它的名字叫做贵友 书贵的贵朋友的友 就是我们那个LINE的社团 那贵友它是叫做Reni R-E-N-I 他说我之前就有订阅阅读前照站 现在还多了Podcast 特别喜欢睡前跟起床时间听 谢谢分享 OK 睡前听还不错啦 就是像我自己也是喜欢睡前的时候读书 起床的话 也喜欢阅读 然后跟写文章 所以睡前跟起床 真的是生活中很关键的两个时间点 谢谢你 那第二个朋友是叫做Ligo9 L-I-G-O 9 他说简单的导读 有一些书会因为你的介绍 让我想去看它 谢谢 好 那这边也达到了我分享的目的 就是我很希望大家可以多读一些好书 那甚至是找一些自己 领域外的书来读 刺激自己的思考 造成一些改变 那么最后一个 那个朋友 他的评论是 他的名字是叫做Apple John 好 Apple John他说 瓦基推荐的每一本书 他都想看 之前是从自己开始写子弹笔记的时候 在网路上搜寻 而且认识到瓦基 瓦基写的部落格很棒 真的会让人有多一点读书的动力 而且我最近也确实开始了 因为一整天都是盯着电脑盯着手机 眼睛很累又懒得看部落格的文字 因为字很多 写的真的很详细 后来偶然发现有Podcast 觉得真的是太棒了 而且每次推出新的单位员 就很期待一定点开来听 尤其是开车的时候 零用零碎的时间 然后之前都是用Spotify听的 后来发现Apple Podcast也有 一定要来上面给你留五星的评论 加油打气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留言 这个也让我就是 后来我推出Podcast之后 我才重新的去思考说 原来我之前旧的观念 我以为说分享文章就够了 后来才发现很多的朋友跟我说 其实分享Podcast很棒 为什么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那么多时间看我的文章 像我的文章有时候一写就是 可能三千字四千字 甚至我还写过五千字的 我喜欢写比较多的 因为我觉得短的没意思 有多一点才会有一点新的思考 所以像他们有分享说 我如果用讲的话 其实他们有时候用一些零碎的时间可以听 这也让我蛮开心的 就是用不同的管道 那也帮助到他们 然后也让他们可以认识更多的好书 这也是我之前在推出Podcast前 真的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 也很开心 这个我们会持续的做 然后会持续的推荐给大家更多的好书 OK 那么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的话 我分享的东西对你也有帮助 欢迎追踪下一本读什么 也到Apple Podcast上面 帮我留下五星的评论还有留言 推荐给其他有需要的读者 我每个礼拜也会在阅读前哨站的部落格 还有FB粉专上面 分享一篇文字版的读书心得 喜欢的话别忘了去追踪 还有订阅我的电子报 这是对我最好的支持 好的 下一本读什么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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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